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教授在1999年的时候获得美国乔治亚大学地理学的博士学位 他曾经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城市与环境变化中心主任和教授 和美国航空天局的高级研究员 那么汪教授的研究呢 主要沉重于摇杆科学和技术在城市环境与生态系统中的应用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和城市化的环境效应等等 那么汪教授呢 至今已经发表了超过260多边的论文 出了14本英文的书籍 谷歌学术引用次数呢 接近两万六千多次 那么汪教授呢 获奖无数 他呢 入选2021年香港特区首批杰出科创学人计划 2020年的时候呢 获得美国地理学会杰出学术成就奖 在2019年的时候呢 获得泰勒和弗兰西斯终身成就奖等等 那么事不宜迟 我现在呢 就把时间交给汪教授来开始他今天的课堂 把时间交给您汪教授 好 谢谢介绍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叫做 如何从空中看大湾区 白天还是晚上 大数据还是小数据 我今天主要讲下面几个内容 什么是摇杆 摇杆大数据和小数据 白天摇杆 夜间摇杆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 AI和这个能工智能和大数据 一些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要承认呢 在这个讲座当中有很多的我的学生 帮助做了这个slide 我这里把他们名字都写在底下了 那么我先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摇杆 因为我考虑到可能有一些听众 从来没有接触过摇杆 这门科学或者技术 那我们呢就是人类是在观察世界 或者接触世界的时候是通过我们的五官 那有一些五官当中 比如说触觉跟这个味觉 这需要我们直接用我们的器官 人体器官去接触这些物体 但另外一些的就不需要 比如说听觉跟这个视觉 这个就不需要 你从很远的地方 或者你就能看到某个东西 也可以听到某些东西 我们古代说的有千里眼 是有这个顺风额 都是这个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每一天都在摇杆 就是从遥远的地方 去感知其他物体的存在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个树 那太阳光的话 这个会照在这个树上面 那么树呢会缓射绿色的光 那树主要是缓射绿色的光 那么它因为缓射绿色的光呢 我们眼睛就看到了绿色的光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一个就是说树黄色的是 哪个颜色的太阳光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 能不能看得到 有一些情况下 太阳光 比如树黄色的某些太阳光的能量 但是你要露眼看不见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 好像基本上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看不见 那么在进一步扩大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视觉要看任何物体 比如说黄子啊树啊这些东西 它都有一个这个 一个中间都有个东西 这就是这就是媒介 这就是media 所以这个media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了 要看树有太阳光 看黄子要有太阳光 同样我们照相也是这样的 照相也是这样的 那你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把太阳光一点都没有了 你照相肯定是找不到的 黑黑的一片五指 那么我们就说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摇杆 那摇杆做一门科学跟技术呢 它通常来说 它是指就是说我们感知 记录 观测 在很远的地方的物体 或者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直接接触 我们不亲自接触它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了 不亲自接触包含着 你从远远的地方看 从很远的地方去听 那么这里面的话就说 就需要有个东西 比如说露眼 人的眼睛 或者照相机 这个camera 它这个东西呢 在摇杆当中 我们就叫做传感器 所以呢 这个传感器是必须的 还有一个东西必须的呢 就是说在 在这个传感器跟这个物体之间 它有一个 有个media 这个作为一个information的cadier 这个media呢 我们刚才说的是太阳 太阳的 太阳光 这个东西的太阳光呢 从科学上来说 它叫做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这个是有它专门的名词 我们以前学过的很多这个物理学的知识 这里面都能用到 那么实际上的话就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传感器 一个照相机如果换在一个飞机上面 或者换在一个热气球上面 或者换在卫星上面 或者换在这个space shuttle 就说这个太空飞船上面去照地面的东西 我们都能照到 那么你可能会说 那从上面去照 跟我们眼睛去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面有落干个不一样 第一 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就是可见光部分 也就是只有在这一部分 很小的部分 太阳能的话 它这个包含的范围非常的广 从gamma ray, x-ray, ultraviolet 这visible就是我们能看见的太阳能 这个reflective IR, inflight thermal inflight, low wire microwave,微波,以及radio wave 这些都能够太阳能 都发出这些能量来 都送到地球表面来 无时无刻不发射过来 那么但是肉眼只能看见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设计很特别的传感器 照相机 换在卫星上 换在飞机上面 或者换在太空飞船上面 去看地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传感器跟肉眼不一样的地方 好比说我们如果肉眼要看到 比如说这个种在地里面的玉米 它是很早的时候 它就能够侦察到这个食物叶片的异常 所以这个是这个摇杆跟这个传感器跟肉眼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第二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我们肉眼看的时候都是从侧面来看的 我们好比你露眼看一个树一个环子 你都从旁边看过去 这些你要把这个卫星啊 灰机啊 这个灰船啊 它是从上面看下来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摇杆的书语来说 就是bird eye view 就是跟小鸟看地上一样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有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就说什么 就说好 我有个有个卫星在这里 卫星带着我的照相机传感器去照地面 哎 这个太阳照下来 照到各个各种不同的东西 射手有一部分的能量缓射上去 而黄色的光被这个照相机看到了 照相机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 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摇杆的基本原理 但是呢 摇杆除了看到黄色的光 它还能看到其他部分的光 比如说这个immediate radiation 就是虎射出来的能源 那么这个虎射能源最终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从太阳门来的 那太阳门这个光的话 就是说它被地表吸收了 以这个短波送过来 太阳短波送过来 我们吸收了以后 再以长波的方式 再把它辐射出去 而这一部分的能源呢 传感器也能看到 那么漏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摇杆灯中的传感器 它就说比人的漏眼要聪明很多 那么现在的就是传感器的话 就说如果去搞这个摇杆的话 它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照相 就是得出来的照相 就跟我们用手机拍摄这个照相 照相是一个道理 那现在的手机照相都是什么 得到的都是数码 我们说是数码相机 都是得到的是数据 以前照相机不是 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照相机 都是有胶卷的 现在大多数不玩胶卷 玩胶卷都专业的摄影师知道的 但是呢 现在大家都玩数码了 每个人都有这个 都有个手机 那么它这个数据的话 就是就变成一个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一个数码了 是个数码数据 所以我们叫做以下 叫一密局 那么一密局的话 它既然是一密局 那我们对一密局 怎么进行分析呢 用电脑 所以用电脑去分析 因为电脑最适合分析什么 就是数据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就叫做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就是这个数字影像分析 那么这个数字影像分析的话 就是说这个 就是成为跟摇杆连在一起的 一个下一步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说你怎么样 从影像当中看到其他东西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 就展示现在这个卫星摇杆 整个过程 它是怎样的 那么卫星挥过 我们地球表面一个地方 是进行不断的照相 它照相是 就是不停的照 那不停的照 你说这个不停的照 人也不能在卫星上面 那怎么照呢 那这个照相机 就进行不断的扫描 那扫描的话 就是扫描 它的对象是什么 是地表 那每一个这个 你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这个地面 一个一定的单元 它这个东西就成为 影像的一个向元 每一个向元都有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多少能量被黄色了 有多少能量被虎色了 就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这些影像的话 放到电脑里面 我们就可以提取出 各种有缘的信息来 这就是现在整个 就是说数字摇杆 它是整个的基本原理 是这个样子的 那非常像什么 非常像我们普通的人 拿着一打文件 拿到一个呼应店里面 说你替我扫描一下文件 是一样的道理 或者说你拿出 爷爷奶奶小时候的照片 你拿到照相店里面 你说你帮我扫描一下 这个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得出来的 这个影像的话 表面上看是这个样子的 是最上面这样的 实际上的话 你如果把它 这个zoom in 把它这个一步步的 这个看仔细了 它实际上背后 每一个东西 对于每一个向元的 都是一个数据 都是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就记录下来 就是传感器 接收到了多少能量 所以呢我们就 搞摇杆的这个能源 就根据这些数据 再进行解读 说我们在地面 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摇杆技术 不是不是个很古老的技术 总的来讲的话 就是是比较近的 那主要是发生在 就是二战以后 就当时的话 就说这个美国 政府发现的话 就说前苏联 他们能够发射卫星 能够对美国进行 这个观察 他们感到这个 这个技术非常了不起 所以后面的话 也开始发展起来 所以呢整个 真的这个卫星技术的发展 主要是70年代以后 开始发展起来的 那么中国大概的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也开始大力发展 这方面的技术 现在全世界 大概在天上 有两三千个卫星 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有对地球资源进行观察的 有环境观察的 有天气观察的 有水 有鱼 各种各样的卫星都有 那么这个的话就说 实际上在 遥感技术发展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对它 都很有贡献 那么主要比较大的 两个群体的 一个是军事方面的 因为它遥感一下 早期主要是 用在军事方面 后面的话就是说 对这个 有一些这个 这个数据的 这个隐私权的问题 进行这个 重新解读 认为就是说 有一些影像是可以 用来个人使用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商业卫星就开始出现 这个大概是在 本世纪初的时候 2020左右 2000左右 那么现在的话就说 所以除了各国政府之间的 资源卫星 环境卫星之外 这个 这个军事卫星 商业卫星 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说 现在的话 这个卫星的话就说 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技术 以前都是拘捕的 就是比如说商业运处 或者说军事运处 都是有针对性的 现在为什么变成全球性的呢 因为这里面的话就说 有很多东西的话 就是说 数据进行解放 就是数据 就起先大家都留着数据 叫做data hiking 就我都 我自己有这个数据 我不给 我舍不得给别人 我留着 有数据就掌握了一切 现在不是 大多数国家都有这些数据 数据共享就成为一个主题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数据 就拿出来了 一起用 所以就成为一个 全球关注的技术 那么从遥感的角度来说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分成 很多不同类型的遥感 比如说有卫星遥感 有这个其他各种各样的遥感 就是说有照相 有热红外遥感 还有我们今天很时髦的 比如说是无人机遥感 这些都是在一个 一个这个platform上面 放一个一个传感器 或者落干个传感器 然后进行照相 那么这个的话就说 因为这个 我们说这个遥感的技术 它从70年代 就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了 美国的Linster 从72年就开始发展起来 后面经过落干代 以后的话就是 有很多技术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很容易 今天就说这些数据 不要钱的情况下 大家对公共开放 我们都可以把它下载出来 只要你有足够的技术 你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数据拿来用 这个是跟过去不一样的 那么多远的过去呢 20年前 如果你说20年前 或者20几年前 这个数据就不是开放的数据 不是开放数据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要去买那个数据 我当时在做博士研究生 走在美国 那就一锦的数据 就是一幅数据 是600美元 那个600美元 那也是个大钱 那个时候 我们普通的研究生 大概讲究这一个月 也就是1000块钱不到 1000美元不到 你如果拿出600 买一壶这个影像的话 你想你会买什么样的影像 你肯定是买的 是个质量非常好的 没有云 没有物 也没有什么这个 哪里有质量破选啊 都是买最完美的数据 因为你可能就说 老师给你的钱 或者你申请到课题的钱 你可能只能买一两壶土 这个就作为我们做论文的一个 一个唯一的这个基础 当后面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改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数据都公开了 都是免费的 你就可以下载一下来 这个时候所有的数据 都摆在你面前 那么这个时候 就你怎么样处理这个数据 就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就早期的时候 就好比你去菜市场 你说我今天只给我十块钱 我买两条鱼回去 你买的是最好的鱼 可是到了现在的时候 有一天 那个你到市场里面 满市场全是各种各样的鱼 都不要钱的 你这个时候 你怎么样买回去这些钱 你如果是个厨师 你怎么样把它加工成一个 一道非常完美的一个食品 这个就是给我们科学研究当中 提出了新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这个数据的多少 以及数的质量 它影响科学研究 后面我还会继续讲到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最主要的问题 影响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数据 这个过去这个微星影像 这些影像 摇杆影像 那么它很多在那个 都在天上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拿到了 拿到了以后 就说你对 比如说我们大湾区来讲 那么大湾区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它这个一年 下雨下来非常多 多云季节非常多 你过去我在做学生时代 你说我要研究大湾区 你这个时候 你想研究大湾区的话 你是很难 就是一年内很难取得 它似乎好 就是质量非常好的影像 可是现在都是影像 那么这样情况下 就是我们改变这个处理 数据处理的方法 所以这里面这个图展现出来 给大家看就是说世界各地 其实很多地方都面临着 跟大湾区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云的覆盖 是非常厉害的 当云遮住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容易进行 这个摇杆观察 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 就是展现的是 我几年前跟我的一个博士生 一起做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对这个珠江三角洲 也现在大湾区就是进行 这个建城区摇杆的一个研究 这个院的是什么呢 院的就是建城区 就比如道路啊 比如黄指啊 这些东西都是 那么在中国的话 这些年特别是珠三角 它发展得非常的快 所以它建城区 其实面积的大小 它跟这个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呢 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跟城市化有关系之外 所以你怎么样从摇杆影像里面 提取这个有效的提取 快速的提取这些数据 成为我们一个研究的 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今天我们有所有的数据以后 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这个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传感器 它远久了也会坏啊 换在微信上面啊 就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云之外 所以这些问题的话 都是我们做摇杆的 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我们当时做研究的时候 主要考虑到珠江三角洲 是一个就是亚热带的 或者热带的多云多雨区 有个很明显的干季跟雨季 那么雨季的时候 这个影像比较少 那么所以我们总共呢 收到了100这个314湖影像 对近对他这个这个几十年期间 的这个影像呢 能收集的都把它收集下来 再进行研究 另外珠三角还有个特点 就是这个大湾区 就是地面积水比较厉害 夏天春天的时候 雨下的特别厉害 就是眨眼睛跟你下下来 满地都是水 水它要慢慢的消失掉 这个也影响到 我们怎么样观察这个大湾区 那这里就受到我们的影像 那个这个方法论的话 我简单的介绍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特征值的提取 就特征值 就是每个地表上面的东西 在地球表面上面的东西 它呢就是 它的光谱特点都不一样 就是说黄色的能源 辐射的能源 这些都不一样 我们在摇杆当中叫做 一无一谱 那么摇杆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无同谱 不同的东西 而谱系是一样的 光谱是差不多的 还有就是同一谱 是同样的东西 你命名都是一样的 可是它实际上 光谱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会影响到 我们怎么样提取 就不同的东西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当中 把很大的精力换在哪里 就是换在这个 光谱特征值的发展方面 那光谱特征值的发展 我们不是针对某一天 某一景影像进行提取 而是争取 针对所有的这个三四十年时间里面影像 都进行提取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光谱的整个时间变化 规律都提取出来 你就好比说你高考的时候 你是一次性来考的 一次考下你这个成绩高低都考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采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采用从你幼儿园开始读起 读到高中为止 每一个学科 每一个年纪 你的成绩是怎么样 这就是历史的光谱特点 就跟你的成绩光 成绩的历史特点就差不多 那我们就用这方面的技术的话 去提取地面上的光谱 我们发现这种方法 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 这里面是这个Follow Chart 这展现的就是一个我们的方法 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特征值 历史的 这个是个时间的特征值 或者叫历史特征值 不同的东西 你看上面这里不同的东西 然后它整个发展过程几十年 你看这个谱系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高高低低表示 缓射的多少 这个或者说它的 分复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的话 就去区分地面上不同的 不同的地物 那么这个根据这些 这个历史谱系的不一样 我们就对不同的地面上 每一个向元 我们说的每一个向元 这个向元很小 就是30米乘30米 这个范围内 它进行比较 每个向元就好比我们是一个同学 一个高中学习的学生一样的 那么进行比较以后 我们就能够发现 它的similarity在哪里 它相似性在哪里 不相似的地方在哪里 那这进行归类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就是历史特征值的分析方法 那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个对整个珠江三角洲 历年来的这个建成区的面积 进行提取 它这里是一个animation 你可以看出来整个过程 那么整个珠三角发展的过程 它分成三个阶段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 就是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 90年代初 后面的话就是比较慢 有一段稳定的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就是用这个白天的这种数据 Linset的数据 用这个官普的历史特征值 来这个鉴定地表上不同的东西 我们发现的话 这种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因为它更能够就是说 对历史东西进行建立 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向元 因为集中某一个向元的时候 你可能某个向元的话 就是今天被雨遮了 明天又被雨打了 所以这样情况下 影响我们的这个影像的处理 可是我们如果建立历史值的话 就历史的官普的话 就是说 你已经是说在这个314个影像当中 314个日期当中 你就是哪怕是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的 被这个质量 低质量的云啊 什么或者什么东西遮准 你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定的模型 来进行模拟 那么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东西的话 我要跟大家引入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夜间摇杆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说 这个你要用太阳光进行摇杆 但是你没有太阳光 能不能摇杆 我们说也能摇杆 没有太阳光 还有什么光呢 还有月光 你晚上还有电灯 还有其他的灯火呢 而这些灯火呢 不同的传感器 也能够把它挣扎出来 那你可以看出来 全世界有个全球的夜灯 这个影像 这个light intensity 它的光照的强度 是你可以看出来 很多地方很亮 你看欧洲 西欧很亮 中国的这个东半部 这里也很亮 这个像北京湖近 是吧 我们这个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个越港澳大湾区 也是很亮的一片 是吧 还有美国的东半部 也是很亮的一片 这都说明这些地方 这个人类活动还是很多的 OK 就是网上 还有很多人类活动 那么这些人类活动 不单单是 光是展现人类活动 其实也展现 人居住在什么地方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要区分开来 一个就是说 你在哪里工作 还有在哪里睡觉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是不一样的 白天去工作的地方 跟晚上睡觉的地方 是分开的 那早期的时候 你可能说 这两个地方 是不是在一起 但现在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说 如果我们去看 观的影像的话 根据这个 晚上夜间的灯光影像 来鉴别这个城市摇杆的话 那么这里面 事情会变得比较古杂 一个方面 你可能说 你如果通过 比较这些夜间影像 比如说过去20年 那么你可以看出来 地表有什么 户盖有什么变化 你比如说 原来植被的地方 变成黄石的 你也可以看出来 一些土地利用 强度的变化 比如说原来 还是一个居住区 现在变成商业区的 你被拆迁了 这个还有就是说 可能就是土地利用 这个强度减少了 这个东西可能就说 原来就是很多工厂 在这里 现在你这工厂都撤走了 变成荒芜能源的地方 那么还有一些的话 就是整个是 de-urbanization 就是说你 你整个的话 就说 就干脆就是说 这个都覆盖掉了 又变成种菜的 菜地了 就原来是可能就是 是种地了 后来就改了 所以我们说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东西 在夜间灯光里面的话 它都包含着这些信息 所以跟我们刚才 就是说 要扔射的时候的行义 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遥感化就是 要把这种 就是说 它的这个历史普系 官普的特点 特点给它提取出来 我们要考虑更多的东西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说 这个过去的话 就是几种类型 把它区分开来 这方面的工作 还没有做 从研究的角度来算 那我们这个研究里面的话 就是说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发 就是说 要建立一些 这个模式 进行这个 进行模拟 对这个 这个夜间 这个 这个夜间 这个观照数据 这个时间系列 它整个历史 历史数据 进行重建 然后把这个 不同的 这个 土地利润 或者土地覆盖 这些不同的特征 都给它提取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就 能够知道 这个地方 整个城市发展过程 是怎么样的 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说 你城市发展过程 你可以从 冷却的角度来 来看 但是这里面的话 就是说夜间灯光 可以告诉我们 更多的信息 这个 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对全世界 31个超大城市 就是说 人口比较多的 这种城市 进行的研究 那有些城市 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 有些是发展国家的 那么这个是整个 我们的研究的序列 是研究的序列 主要就是 我刚才说的 我们 要建立一个模式 然后对模式的话 就是对这个信号 对这个官谱 历史官谱 这个数据呢 进行分解 进行提取 那么这个就是 数学的模型 那对数学感兴趣的 同学的话 就能看出来 一个就是logistic 一个就是Harmony 的这个model 我们把它 两个接在一起 一起用 因为这个logistic 主要能够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 比如说比较突然的变化 这数据当中突然变化 就不同的土地 城市变化类型 它这个时候 是怎么样鉴定出来的 那么这个Harmony的话 更就是更加是 有些 有规律的律动 我们把这个 这个方面的东西 也提取出来 那么这个都 就是展现出来 有一些的话 数据我们就是采用 结合的模型的时候 去提取 我们的结果发现的话 就是说 大概90%的这种 这个时序的数据的话 能够被我们这个 的model 就是logistic 加上Harmony 这个模型 进行 很好的 能够模拟出来 那么这个精度 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也 也比较了 不同的这个特征值 我们刚开始说的 不同的特征值 不同的模型 不同的这个 这个就是影像的 分析的模型 那它这个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特征值提取以后 下一步就是 模型要比较 所以我们就发现 就是说这个 就是 就总的来讲的话 如果用这个 数据分类的方法 这个就是 classification base的方法 就更好一点点 还有就是 temporal feature base的方法 也更好一点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Lenset 也是用temporal feature base的 就是说从长时序的 影像来说 就是说我们与其看 这个它整个 20年的发展过程 而不是看一天的 这个谱细 那么这个比较 其他的方法 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方法 也能够提供 比较一致 这个比较 有效的一个 一个方法 来鉴定这个土地 利用根枯盖的变化 我们这里面有个 非常interesting的发现 就是说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它实际上 有这个 更大强度的 这个城市土地变化 跟那个 就是说 那个发达国家相比 说明发达国家 都很大程度上 已经发展饱活了 将近20年 如果你来看的话 所以我们也就是说 如果亚洲 比如说 这个 这个主要是 比如说东亚 南亚 东南亚 这边发展的速度更快 还有辉州一些沿海 城市也发展的更快 那么我们下面 就以深圳为例子 来分析一下 这几种土地 变化类型 城市土地变化类型 那我们 从每一年的情况来看 比如2012年的4月份 2013年 14年 每一年 这个都有个影像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说 它是整体来说 这个你看出来 整个建成区域的面积 有这么大 但你通过 把它们都换在一起 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会发现 就是说 这个20年间 这个深圳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什么东西变化最大呢 就是说 Light Intensity Increase 也就是说 这个已经建成的情况下 不断地进行强化 这个土地利用的力度 加大了 这方面 占的比例最高 第二个方面 占的比例最高 就是不变 就是原来已经建好了 就是这个 就是跟我们原来的概念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可能就是深圳 是处于不断的 土地扩展过程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就是说 在过去20年里面 深圳已经很大情况下 土地建设已经饱国了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今天说的这个第二个例子 用夜间灯光 这个来分析这个变化 最后的话 我还想多讲几句 因为现在光源能工智能 在这个摇杆当中 已经大数据在摇杆当中的音乐 得到很广泛的音乐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很新的技术 就是说我 我刚刚开始做博士生手 当时就已经 老师就开始跟我们讲这些东西 后来我一毕业了以后 博士毕业在美国带博士生手 一开始 我们的博士生就开始做这些东西 那么你说呢 今天有什么变化的 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面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电脑性能提高了 还有就是大数据 很多数据变得很充分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使得我们整个要科学界也好 这个业界也好 要重新思考这个能工智能 以及这个大数据是怎么一回事了 那我们说 比如说在影像当中很简单的 我们刚开始说我们对影像进行分析 摇杆影像是针对什么呢 是针对每一个向元进行分析的 可是我们很容易发现 对每个向元进行分析 很容易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义无同谱 同义谱 就是你很难找到完美的义无义谱 这种东西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义无就应该义谱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阶段就是说object base 就是说你既然说这个每一个向元很难进行分析 那我把它合在一起 同样的差不多向元合在一起吧 我变成一个object 能鉴定的object进行分类吧 我们发现这个也不是太容易做到的 最后的话我们就说 那要不然用这个image scene base 那就什么呢 我们最主要是要针对的它的这个layout 它整个格局是怎么样的 以及这个它的context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样的话进行分类是不是更好一点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所有这些技术从我就是第一次开始学 这个摇杆开始就已经有了所有这些概念 那你说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能工智能变得特别火了呢 因为在过去的情况下 我们的电脑技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 这个很好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没办法实现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实现 那么概念上的东西 理论上的东西很早以前就有了 那么这个就是数据 如果我们只有一点点数据 每个人都长过一点点数据 说我这个数据不拿掉 我的数据就是产生知识的 那么这种科学跟技术模式 就是小数据的模式 可是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大家有很多数据的时候 它有个很重要的过程 就是data production 你什么样的数据怎么样进行处理 data production变成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任务 除了我们原来说的knowledge production 这里面你去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的那些人 搞科学的人都是 都是社会精英来搞的 都是吃饱了 有钱人吃饱了才搞的 现在不是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能搞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数据技术有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有很多东西 叫做data driven hypothesis 就是说由数据驱动的这种假说 而不是一下子就是科学 就是这个归纳法 就是演义法 inductive logic 或者deductive logic 不是那个样子 现在就是有些data driven的东西 那么这里面的话就data driven hypothesis 现在变得非常的火 它在摇杆当中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机器学习 中国这个数据挖掘 这些或者只有visualization 就是进行这个visualization 这些都可以就是产生这个hypathesis 那么所以小数据跟大数据之间的话 实际上的话就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来进行研究 那么有人就提出来说 那基于小数据的那些科学 是不是还会继续下去呢 这就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了 是不是有marginalization 和small data study 是不是所有的study都要big data 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data are captured 也是shade by technology 有什么样的技术 就是什么样的data 这个capture 那么在这个的话 就进一步就影响到 我们这个data怎么样产生的 以及data的ontology 是怎么样利用的 跟科学连在一起 你去想一想 就变成了技术 驱动着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去驱动着科学 所以这个过程的话 跟过去的科学发现的 这个science discovery 这条路线是不一样的 去想想大尔文时代 是怎么样科学发现的 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你从任何一个地方的人 来到香港 他们对香港的定义 都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如果有不同质量的手机 你得出来的香港 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收集的数据就不同 好玩吗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大数据小数据 影响这个科学 还有一个跟遥感有关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存在 一种science called real time remote sensing science 就是实时的遥感科学 什么叫实时 就是即时的 眼下的这些东西 过去我们说遥感数据 你都是发生了以后 我现在说 我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你都是马后炮 都是向前向后去看 可是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有很多数据 什么呢 无数五十五颗的 这个遥感数据 不送到我们手上来 这个手上的数据 一下子就到你的手机上面 而且很多数据能够处理 on the fly 你在你的不但在你 computer里面处理 在云端也能处理 在你手机上来 都处理得非常快 这样的话情况下 它就会影响什么呢 就是影响到 那个各个方面的 这个遥感科学 怎么样向前发展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呢 就是说需要思考 我们是不是要有个 real-time dynamic 就是分析 dynamic analysis or remote sensing image 那么这样情况下的话 我们的遥感 能够解决更大的问题 比如说compress event processing 你比如说这个前一次 这个在温州的地方 你高铁相撞 我们如果有很多遥感数据 实时的遥感科学就起作用 你不要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以后 再去追证据或者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过去没有实现的东西 在今天或者在将来 可能都会达到 好 我今天讲座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翁教授非常详细的介绍 那大家记得就是利用今天 翁教授的在课堂的机会 把你们要问的问题呢 发在聊天栏里面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礼大今年的招生计划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们的PPT 那么礼大是实行独立招生的 它不占用内地统一招生志愿 所以如果同学们报读礼大呢 不但不会影响你们填报内地高校的志愿 同时呢还可以为自己多提供一个选择的机会 那么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报名程序跟时间 那么截止报名时间是6月15号 那么距离今天大概也就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每个同学呢 在报名的时候呢 都可以选报两个课程 我待会再详细跟大家介绍 那么入学要求 首先呢 所有的同学都是必须要参加今年的高考 因为我们会以你应届的高考成绩来进行录取的 当中包括了有良好的英语成绩 因为礼大的课程是全英文授课的 那么申请人如果在其他一些非学术的领域里面 有出色的表现 例如比如说曾经在艺术 音乐 体育等非学术的领域里面有卓越成绩的话呢 记得报名的时候呢 可以提供给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刚才我有提到哈 每个同学报名都可以选报两个组合课程 也就是等于说是两个自愿 你心目中心仪的两个学科 那么组合课程 有部分的组合课程是要求申请人士需要提交作品级的 例如设计学院 或者是复加一些文件作为一个参考 像应用社会科学啊 或者是有时候是需要参加面试的 那同学们如果你报考了理大 然后呢你记得就是实时查看电邮 因为我们呢一般都会学院就是会通过电邮 发电邮给你 给你提前约一个时间来进行面试的 所以记得实时查看电邮 那里大的升学费用呢 一年是14万5千 生活加住宿加起来全年的总开销 大约是20万9千 那兑换成人民币的话呢 大概是17万多一点点 那这个费用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理大呢是全球百强的大学 那么我们的同学们毕业以后呢 如果是选择到海外去深读研究生的话呢 很多时候呢都不需要再额外去考托福雅思这些英语的成绩 因为我们的课程跟国际接轨 那奖学金大家都非常关注 只要你在高考里面获得优秀的成绩的话呢 你就会有机会就是获得理大颁发入学的奖学金 你不需要再额外去申请 只要你报名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在其他一些非学术的领域里面 有优秀的表现的话呢 也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理大颁发一些非学术奖学金的 例如艺术啊音乐这些等等 那么你如果在录取的时候呢 没有获得我们理大颁发入学奖学金 但是你进来理大学习以后呢 成绩很优秀 你还是会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机会 就是获得理大的一些在学的奖学金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鼓励同学呢 进来理大学习以后呢 要努力的学习 那么如何来报名呢 这里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理大呢 并没有委托任何的人士 机构或者是中介进行招生的事情 你如果要报名的话 非常简单 到我们理大的官网上面 在6月15号之前呢 直接去报名 递交表格填表申请就可以了 那刚才我提到就是 每个同学报名的时候 你都可以选报两个组合课程 那这里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今年9月份入学的同学 我们理大呢进行了课程的改革 那么同学进来 以前是直接报名的时候呢 是直接选报专业 但是今年呢 我们是直接报 我们是报这个组合课程 那么每个同学报两个组合课程 那如果当你获得录取的时候呢 你就会获得其中一个组合课程的录取 那么进来的第一年呢 同学呢 都是修读 三观学系的这个共同核心课程 在第一年的时候 然后在第一年的年底 年末的时候呢 你才去决定 你要主修什么专业 那么这样的安排 其实对同学来说的好处就是 你在第一年的时间呢 你可以充分地去了解理大的这个专业 同时呢 也可以去明确自己的方向 那么第二年才进入主修的专业 那同时呢 我们的理大的大学的核心课程呢 也在 就是今年也是增加了两个新的元素 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 还有创新创业这两门课 将来就会是理大的同学的必修的科目 那这样也是希望可以 增加同学们的这个知识面 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那么而且同学进来以后 他也可以有很多其他 比如说像副主修的选择啊 副修这些 这个进来以后呢 同学可以再清楚地去了解 那么这个网站呢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页面呢 是所有想要报考香港理工大学的同学 都必须要来到的一个平台 那来到这里以后呢 本科生选报本科生的话呢 你是选择这个浅蓝色这个四方帽这个平台 点进去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 大家因为大家是属于高考生 所以呢你点立地应接高考生 进来呢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非常详细的 关于我们的招生的一个情况的介绍 另外呢 对于每一个理大的课程 这里也是会有很详细的介绍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哪一个专业 是特别感兴趣的话呢 通过我们今天这个介绍以后呢 记得来我们的官网上面 然后去了解我们的课程信息 这里呢 我想说一下我们的招生流程 那我们 刚才我说啊 我们的截止报名时间呢 是6月15号 也就是等于你们高考 结束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那 记得 在你网站报名的时候呢 当你递交完表格 出了那个 报名的这个 理大的报名号以后呢 它最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就是你需要去缴交这个报名费用 才 你一定要 就是缴交完报名费用 你才等于完成整个报名的动作 所以记得 记得 一定就是 递交完表格 然后下一个步骤就是 缴交报名费用 OK 然后呢 大家呢 在6月7号 8号去参加高考 那 6月中下旬开始 就是各个省市 陆陆续续的 就是公布这个高考的成绩 那么6月 一般礼大在6月底 7月初呢 就会开始 这个公布 第一批的录取名单 那 如果你获得录取的话 到时候呢 我们会通过 电邮 手机短信 来通知你 你获得录取 当然你自己登入 你自己的申请账号 你也可以看到 你的录取信息的 OK 那当我们发录取通知给你的时候呢 到时候会很明确 很清晰告诉你 就是你获得什么专业的录取 然后 有没有奖学金 那么到时候呢 会有一个指定的时间 你记得要在这个指定的时间之内呢 给我们一个回复是 就是要不要接受录取 那 如果你接受 你就会成为理大的同学 我们开始协助同学 办理到理大的学习的签证 然后 八月中下旬 开始到理大来报到 八月底 九月初开学 这样子 那如果到时候 你收到我们的录取以后呢 你觉得 啊 我不接受了 那到时候呢 你还是会继续 留在内地的统招系统里面 那内地的大学 还是会继续录取你的 OK 那 我们有香港理工大学招生信息平台的 微信公众号 欢迎你们关注 因为我们会定期发布 我们理大的很多信息 我们的老师的科研成果啊 我们的学校生活啊 我们的招生信息啊 很多很多 那么 今天 我们的招生的介绍就到这里为止 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同学们 他们在 的提问 好 那第一个问题 或者是我请那个 翁教授来 来解答一下 翁教授您好 刚刚听到您对 摇杆技术的介绍 很感高兴 刚刚也有提到 可以从光谱的历史特征中 分析城市的发展进程 那么请问摇杆 可以应用到城市 施生灾害的预测中吗 例如 现在大湾区很多城市 都在受内劳问题的影响 可以利用摇杆做预测 监测 或者管理吗 这么专业的问题 一定要请翁教授来解答了 谢谢这位同学 能要接下来要怎么样 那么有了今天的大数据了以后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数据了以后 就是而且有很多实时 就是real time数据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预测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是今天才有的 电脑计算机 以及这个 这个云计算 这些技术结合以后才产生的 那么管理这方面的话 需要更多的数据 就除了这个摇杆数据 还需要其他的 比如说地理咨询数据 以及这个社会各方面的数据 人口分布 土地类型等等 这些综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 就是叫做 我们叫做地理大数据 这样一个平台里面 当然这个东西是完全是 是我们这个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实际上的话 我的几个学生 他们也都在研究 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的话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直接写 那个电子邮件给我 好 谢谢 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 请翁教授来解答这个问题 李大师唯一开设 这个地理资讯课程的学校 也想请问一下 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 职业方面有什么选择呢 或者是我请翁教授来分享一下 这个就业前景 还有职业方面有什么选择 那么这个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 地理资讯这个专业就业前景是非常好 大概我们有七成左右的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都会去政府部门工作 然后还有一些的话 可能就说你身研究生 或者去其他的地方 那么就是将来的话就说 我自己认为 如果通关了以后 那么越港澳大湾区会有很多的发展机会 因为越港澳大湾区这边 有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的企业 私人企业 这方面的大的公司 他应用的范围会很广 所以就是香港 也能够有这些东西 但只是说 我们现在就说 香港应用的面 可能还比较小 因为这个人口就是750万 所以就是 总的来讲的话 就是就业前景非常好 我很骄傲地告诉大家 我们系毕业的学生 应该是placement是很high的 我知道 我来了以后听到他们讲的 好 谢谢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来解答关于几个招生的问题 各省市有没有固定的名额分配 那里大我们今年的计划 招收大概是300名同学 那么这300名的名额 是投放到全国的 不划分省市 所以不会说固定分配 一定哪个省市就是多少 全国投放的 那么获得理大录取以后 大概需要在什么时候 到学校报到 那我们一般呢 是七月初 大概是最晚最晚 七月中是公布这个录取的名单 然后呢就是 然后就开始协助同学 就是办理到香港的学习签证 然后一般签证 办理签证的时间 大概是六到八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一般呢 里大大概是在八月中下旬开始呢 就会迎新啊 然后就是注册啊 差不多八月底这样 所以就是说大概是 从八月中旬开始吧 到八月底 陆陆续续都会有同学 开始到里大来报导的 请问学生书舍可以住多少年 每个同学呢 进里大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头两年呢 都会入住 我们安排入住 我们里大的学生书舍 那么里大目前呢 有两栋学生书舍 距离校园都是非常近的 走路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那么后面两年呢 也四年字嘛 那后面头两年有学生书舍 那后两年呢 就是同学一般都是 需要在自行去安排一些住宿的 那一般我认识很多 就是内地的同学 可能他们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呢 可能都会跟同学一起去合租一些公寓 一般都是在可能里大校园附近 这样子去合租一些公寓的 OK 最后一个问题是 必须是应届高考生吗 是的 因为刚才我有提到 所有的同学都是 必须要参加今年的高考 因为我们是会以你今年的高考成绩 来进行录取的 OK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问题就差不多到这里 就是解答完了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们的李大云讲堂 也非常感谢翁教授呢 抽时间在星期六的时候 为我们做这个课堂 那么我们下个星期 还是同样会有李大云讲堂 到时候呢是工程学院 那么希望大家继续来参加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也谢谢翁教授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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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